这个地方呢简称为鸟不拉屎的地方 知道为什么鸟不拉屎吗 它这个瓦的幅度啊 这个鸟在上面是站不住的 鱼还是琉璃瓦 鱼叫滑 它这个幅度呢正好它那个鸟的爪子 它在那儿落不上 那叫没有落脚之地 它这个建筑里边的格局叫勾心揍脚 叫损毛结构 这叫什么鸟不拉屎 没有落脚之地 那的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个地方没有树 发现了没有 为什么呢 这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 刚才叫防止刺客 皇帝呢 注意安全考虑 那么上岛潮的时候天还没有亮 它这个容易藏着刺客 第二个好处呢 它这整个工件是一个口子型 口子里边不能有什么 不能有个木 它这一个口里边加一个木不见得困吗 所以不能把龙给困着 我再给你们说个秘密 脚下咱们这个砖看见了吗 这个砖呢不是一层 这个砖是横七柱八十五层 大概的有五米深 按一从外边挖地道过来 这个地方呢是安全考虑 在这个地方是咱们北京城最高的地方 我再跟你说啊 北京不管下多大的雨 发多大的水 这个地方永远你看不到水 这就是显示了咱们古代的一个智慧 今天没有赶上下大雨 要赶上下大雨 你们在这个地方能看到千龙凸水的一个壮观 北京时间从哪来的 北京时间就是从这来的 这个叫什么呢 叫日归 在古代是看时辰的 现在呢叫北京时间 用北京时间算 五十 什么是五十 从十一点到一点为五十 皇帝上朝是早上上早朝 叫某十 某十是几点呢 至五点至七点 早上上朝天还没有亮 他要点上灯 点上香 皇帝准备上朝 这个日归呢 代表什么叫天元 对面呢有一个叫什么 对面有一个方子叫地方 那个地方叫什么 叫家亮 那个家亮要干什么用的呢 是吧 度量横 现在呢叫什么 叫公平证电子证 以前没有公平证 没有电子证 用什么 用斗 斗大斗小 谁说了算 皇帝家说了算 这个时间谁来定呢 是日归来定 谁说了算 皇帝家说了算 出火 北出水 是不能买卖的 在这个骂人不是东西 不是东西是什么呢 不是东西 就是南北 南出火 北出水 水火无情 说骂人不是东西 就是骂人 这个人 就是无情无义 所以说呢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 骂人都不但有当字 你能听明白吗 这都是来自咱们的五行 老百姓说没有见过世面 听过这句话吗 世面在哪呢 走到哪才算见世面呢 今天呢 珍珠大爷爷 我跟你讲讲 这个呢 前面有三条路 一条叫玉路 两边是文武大臣走的 叫文道和陈道 中间这条玉路中间呢 有三块石头 跟过去说叫石面 说您能就走到这了 在明朝和清朝的时候 能见过这三块石头了 才能见过大石面 咱们老百姓 在五百多年当中 在明天两朝 有几个人都走到这了 有没有 今天我带着你们 都一块儿见见 大石面 无事不登三宝殿 说的是哪三宝殿 一个呢 就是前面的太和殿 叫中和殿 宝和殿 这三个大殿都有用处 我先给大家讲太和殿 干什么呢 皇帝上朝 处理朝政 颁布诏书 登基大殿 侧封皇后 在哪呢 在这举行议事 叫太和殿 这个中和殿 有两个用处 第一个用处 干什么呢 皇帝上朝来走了 走到这个地方 歇一脚喝喝茶 皇帝准备上朝 皇帝上朝呢 不走前门 皇帝走哪呢 走后门 咱们老百姓听过这样 事不好办了 走哪 事不好办了 走后门 后门在哪呢 后门都在这 第二个用处 干什么呢 这个中和殿 第二个用处 皇帝藏农具的地方 皇帝要种地 谁去送饭呢 皇后去送饭 皇帝家的地呢 没有在故宫 北京的仙农潭 仙农潭在哪呢 在天潭的西门 那仙农潭 就是皇帝家的地 皇帝家的地很大 有多少地呢 大家有听说过吗 有一亩三分地 在中国这个地方 没有超过一亩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天下都是皇帝的 皇帝才多少地 才一亩三分地 所以说 在中国都会说 到你们家一亩三分地了 一亩三分地从哪来 也是从皇帝家来的 后边那个大殿 有两个用处 第一个就是考试的地方 叫殿室 第二个呢 是皇帝请这些大臣们 吃国宴的地方 就是什么 就是哪个大臣立功了 在这个地方吃国宴 在哪呢 在后边 咱们皇帝的女人 一步入宫深思海 只要是皇帝的女人 进了这个院 永远都不能出去 什么时候出去 到死才能出去 想家了怎么办 初一十五 逢年过节 八月十五 九九中央 要干什么呢 要爬到这个山顶 家在哪个方向 往哪个方向瞅瞅 想一想就可以了 如果说在皇帝面前有面 皇帝能给你下一道正直 家人能过来探看你 如果说在皇帝面前没面 一辈子见不着皇帝 就见不着家人 在这个地方 说实话 很艰难的 如果说你在这后宫里边 当女人 你要懂得一个字 叫舍 干什么呢 要送礼 给谁送礼 给太监送礼 给太监送完礼 你就可以把牌子放上 把牌子放上 都可能见到皇帝 见到皇帝 生个一男半女 在明朝 生个一男半女 就是免死金牌 如果说你不生个一男半女 到皇帝驾崩了 过去有陪葬制度 要跟出去陪葬的 所以呢 生个一男半女 就不用了 在清朝的时候没有 所以说呢 你在这后宫里边 要懂得两字 叫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舍 所以说呢 你在这后宫里边 要多长的心眼 多学的本领 如果说在这后宫里边 不长心眼的 你看电视剧都知道 基本上活不过三级 不知道死都不知道 咋死的 所以说呢 在这里边 很厉害的 很厉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会订阅 不吝点赞 订阅